各位同学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下MAP地图的一些概念和用法 这个地图如果大家没有真机的话 在模拟器上面 PC模拟器上面的很多功能是出现不了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只能简单的 把MAP的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些概念 给大家来讲一下 关于MAP它其实基本的内容和属性并不多 但是MAP的使用 一定要集合到大家实际的业务里边来 来去做一个应用 那么我们要学习MAP 首先就要了解一下MAP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这样的一个轻微度的概念 这是一个还有这样一个scale 说放的这样一个级别的一个概念 还有marker marker也是一个在GIS领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覆盖物的这样一个概念 还有这样一个point line 也就是折现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现在来百度地图这里 把刚刚的几个概念给过一下 如果大家没有做过GIS应用的话 可能对这样的一些概念还是比较的陌生 好 首先来说经纬度的概念 我们知道你要在地图上面确定一个点 对不对 它一定要有一个地理的位置 那么地理位置 我们在地图里面就称作是经纬度 然后我们在初始化MAP主件的时候 我们就给定了一个经度和一个纬度 这个经纬度是代表的是当我的MAP一出现的时候 整个的这样一个地图 要以我设置的这样的一个经纬度的点为中心 来展示这样的一个地图 每个点都会对应的一个经度和一个纬度 就是经纬度的这样一个概念 好 那么第二个概念是这个scale 缩放层级的这样一个概念 怎么叫缩放层级的概念 你看我现在是显示的是这样的一个范围的地图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想看一个更详细的地图怎么办 我要用鼠标股里面滚一下 对不对 这样这就是调整scale这样一个级别 我们可以点这里也可以去看 一直把它放到最下面 也可以把它给缩小 这就是地图scale的一个概念 然后在小程序里面 scale是有一个限制的 我们这里默认是14 对不对 它的取得范围是5到18 它的取得范围是5到18 然后这个Markers的一个概念 就是这样的一个地图覆盖物的一个概念 比如说这里我打一个标记 打在这个位置 我打在了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一个Marker 这个地方就叫做Marker 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代码这里来 然后BandMarkerType 是点击Marker之后会触发一个小程序的事件 我们等会在GS代码里面 后来实现这样的一个事件 然后PollingLine就是一个责任 因为我们经常会有些应用 它需要在地图上面 去绘制一些多边形 PollingLine 还有一个叫做还有一个圆的绘制 我们这里就拿PollingLine来举个例子 等会我们来看一下 PollingLine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好 那么几个基本概念 我们就介绍完了 然后我们回到GS代码这里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它在Date的这样的一个初始化的数据 绑定变量里面 做了一些数据的初始化 并且把它绑定了我们的WXM2这里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把屏蔽了 我们不初始化这样的一些变量 来看一下地图显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好 我们看一下 调试这里 看见没有 如果我们没不加任何的数据绑定变量 它实际上来说 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相关属性 都是继承的是我们WXM2这里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设计了163和23 这个几维度的初标 应该是定位到在广州这里的 所以说当地图初始化的时候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点就到广州这里了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稍微的一个改动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Skyl这个级别 比如说我把它放到18 最大的级我们再看一下 看见没有 Skyl改变了之后 这个地图就把它给表现得更加的详细了 这就是Skyl的一个作用 好 这个经纬度 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去改一下 看一下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基本概念 我们就了解了 接着我们一个个的把这些属性 来添加进来看一下 我们还是把这个东西给稍微的缩小一点 把它放到12级 然后 接下来是这里 我们先把往地图上面打一个macus 打一个这样一个覆盖物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的覆盖物 首先你可以指定一个一张图片 作为覆盖物的一个图片标识 然后这里有一个ID 好 那么ID是做什么用的 我们可以看到 macus对象 这里 它实际上是需要你传入一个数据 对不对 所以说这里 我们不只是可以只在地图上面打一个 马克点 我们可以打很多个马克点 那么你到时候你去点击某一个 马克点的时候 然后你到你点击的是哪一个马克点 是不是我们必须要知道 区别这样一个马克点的 就是这样一个ID属性 比如说我们这里是D0号 那么我们点击D0号的时候 我就可以在我的 等候可以在我们这个 马克type这里 可以拿到这样的一个ID为0 0的这样一个马克点的事件回答 如果还你还可以设置进123 你随便来设置 就是用来区分这个马克点的 好 那么关于精度和纬度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它是表示的是这个马克点 你到底是要打在地图的哪个位置 好 这个Vidance和Height 就是指定你这个马克点 这张图片的显示的大小 如果你不指定这个Vidance和Height 默认就是以这个马克点的 图片的原始大小来显示的 好 那么我们把它加上来之后 一起来看一下效果 看见没有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 我在这里就打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马克点 好 这就是马克的一个效果 好 那么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Polumn Line Polumn Line 就是在我们的地图上面 去绘制一个 我们想要的一个多边形 好 我们把它放开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它的几个重要的属性 一个是Point属性 Point属性 这里是什么意思 它就是代表了一组 我们要画的 多边形的线的各个点的路径 然后我们这里 它会 我们这里只有两个点 对不对 只有两个点 所以说 它只会绘制成一个直线 如果我们有三个点 四个点的时候 它就会把第一个点 作为看头 最后一个点作为结束 并且把这两个 把这条线 做一个首尾相连 让它变成 由一条直线 变成一个多边形 所以说 这里首先 我们只有两个点 那么它一定是一条直线 那么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Canner 这里是设置了 这样的一个Polumn Line的颜色 然后完整是这里 是设置了这样的一个线宽 我们2的话 我们把它改一下 我们把它改成6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调试这里 看见没有 这个地方 它就是设置了一条 在这个地图上面 绘制了一条直线 因为我们只有两个点 一头一尾 所以说这里就变成了一个直线 好 我感觉这个线宽 好像没有什么作用 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改大一点 我们来改成20 看一下 有没有变化 好像没有变化 如果把它设成1 看一下 也没有变化 好 这个地方我来看一下 是不是在真机上面 就是模拟器上面 这个是无效的 我们在真机上面来看一下 真机上面我设置一个10 我拿真机来看一下 各位同学 那么我刚刚用真机预览了一下 真机上面是有效果的 我写了一个图 大家看一下 看见没 这是10的一个线宽 非常的粗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vidence的一个作用 看来PC上面还是有不少的 PC的模拟器上 还是有不少bug的 好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把它给改成3 好 这里好像还有一个小属性 我们把它加上来 dotted9 我们刚看到线是实线 对不对 它默认的话 如果你不加的话 这个只是取false的 取false的话就是实线 然后我们看一下 把它设置为dotted9 看它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虚线 我们看一下 看见没 这里的线由实线变成了虚线 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基本上这样的一个 这两个属性 我们就介绍完了 但是说实话 小程序地图给的这样的一个API 实在是太简单了 我觉得基本上 你是做不了什么的太多事情 它的模拟器上面也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我在这里实际上来说 我没有办法去切换这样的一个地图的scale 我在PC上面是没有办法放大地图的 但是在增机上面是可以放大和缩小的 操作方式就是我们常规的 用两个指头去收放 就可以实现地图的放大缩小 但是在这个上面是不行的 整个API给的比较简单 所以说我觉得它提供的另外一个功能 还是比较有用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open location 这个open location可以打开一个用腾讯的 用微信的内置地图 不是用的是这样这边的地图 调用了这样一句画了之后 可以打开微信的内置地图 那个内置地图里面 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 因为它调用的是微信里面的地图 主件 好 我们一起看一下效果 好 我们到调试这里来点一下 看见没有 我们这里就到了一个 腾讯的这样的一个微信的地图里面去了 为什么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很简单 这是因为 还是因为在模拟器上面 它很多功能是没有的 所以说如果要深入的去学习 这样的一个迈幅的话 我的建议是 地图组件说真的用的也比较少 除非你是做一些特定的一些应用 或者是说你做电商的时候 你需要用地图来表示一些路径的话 那个时候你才能用到 所以说建议是大家用到的时候 再来具体的去研究它 然后或者是如果你想深入学习的话 一定要去找一个增基来研究 如果没有增基的话 这个地方确实是很多效果 你是看不到的 好 那么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地图组件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何打开微信的内置地图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 这是一个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点击了刚刚我们说的Marker的这样的一个 事件之后 你看这个Bandmarker Type 就是当你点击了Marker之后 会执行Marker Type的事件 然后执行事件之后 我们调用WX Open Location 就可以调用微信的内置地图了 好 那么关于地图 实际上来说 我觉得地图里面 还是真的有很多技巧的 它水还是很深的 你看起来它简简单单 就那么几个属性 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去做GIS应用的时候 我所有的JavaScript的基本功 全部都是用来写这些地图的框架的时候 全部是从这个里面来练出来的这样一个JavaScript 我们当时写的时候 连GQuery都没有 全部是用原生的JavaScript 然后比如说 你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地图的展示 它实际上来说 它是有很多个小图片组成的 它不是这样一张图 它是有很多个图片 包括你看到这样的一些模糊的效果 还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惯性 如果你们去拖动地图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不是马上跟着你的鼠标在晃动的 它会有一个惯性的效果 包括里面会有一些概念 比如说什么是使用图 什么是瓦片图 非常考验JavaScript的基本功 我当时记得是看了一个 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开源的一个地图的插件 地图的框架 如果大家有机会 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开源的地图的框架 叫做OpenNelts 就这个东西 这样的OpenNelts 我当时做的时候它是1 现在应该是出到2了 2比1的话要复杂很多 2里面它引入了一个叫做谷歌的 一个叫做Cloyer的这样一个东西 谷歌的一个Cloyer 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复杂的 我推荐大家去看这个东西 倒不是说让大家去做GIS或者地图 而是OpenNelts 它是真的是把JavaScript的面向对象 做到了一个极致 如果你能够模仿这个框架 去写几个计程的组件的话 我相信你对JavaScript的一些高级应用 会理解的非常深刻 非常优秀的一个开源的框架 那么同学们本节课的内容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就说再见 对了 这里要说明 如果你要想去看这个OpenNelts的话 我推荐大家去看1 不要去看2 因为我觉得1那个东西 它是完全没有使用任何的第三方的 这样的一个酷 就实现了一个很漂亮的 一个JavaScript的面向对象 它里面去模拟了像我们一些经典 Java语言或者C下部语言里面的一些 计程封装 还有一些私有变量 包括在机内里面去调用复类的 等等这样一些经典的面向对象的操作 我觉得没有依靠任何框架去实现的 面向对象的JavaScript 那个是非常精妙的 所以说大家不要去看2 去看1就好了 我记得它当时实现面向对象的那段的关键代码 就是放在一个文件里面 好像只有大概40多行 40多行代码 它就实现了整个框架的一个面向对象的一个机内 非常的精妙 如果你能看懂一个小的文件的话 我觉得你的JavaScript的基本功应该是非常了得的 基本上它把面向对象的Prototype的用法 用到一种极致 好 这是给大家简单的推荐一下 这个看不看得无所谓 如果你对自己的JavaScript 还不是很满意 想去找一个比较好的JavaScript的高级的学习 圆满的话 我就跟大家推荐 OpenLz 我以前写很多代码的时候 当时ES6还没出来 所以说我就特别想把它实现一个很漂亮的 一个面向对象的时候 我都会把OpenLz里面的内响段代码 把它拷到我的Node.js里面去 然后让它然后来编写这样一个面向对象的代码 它实际上实现的也是一个小的框架 当然了后面的ES6出来了之后 它原生就支持这样一个class的这样一个关键字 这个时候就没有太大必要了 让我们想去找一个 我们想去做 第一次avтра 我们要想去的 我们想去的 一心 点击 我们想去的